搜水油事件让大家都害怕 所以造成另外一种风潮 有些民众回复传统自己炸猪油 现在搜水油让大家吃油都吃得人心惶惶 所以现在来到市场 现在许多人都会买这种二层油或者是板油 老板我要来一个二层油 所以现在猪肉摊上会有不少人询问猪板油 猪二层油 老板娘说现在一斤猪油差不多涨了十元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要买猪油回去自制 据说自制猪油不仅拌饭还是拌菜炒菜都很适合 从市场买回来这样五十块钱的猪油 就可以轻松的自己制作安全又健康的食用油 把买回来的猪板油入锅后小火炸 炸到猪油变成猪渣就完成了自制的食用油 经过小火炸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健康又美味的食用油就OK了 虽然要花一点时间 不过还是有不少婆婆妈妈表示 毕竟东西吃下肚可是跟身体健康有关 还是安全一点这样才安心 东台宣布政府与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